高雄知名掛包店外 超过30人大排长龙 在家关了好几天的高雄民众 要来一包口服 今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就出来这边觅食 吃美食 吃台湾美食 停电啊 家里吃 对 吃泡面 山陀额台风种床高雄 夺取大停电 有民众感叹 前两天只能在家吃泡面 也有不少人四号趁台风架 忙着整理家园 另外加上菜价大涨 民众买菜下暑 意愿下降 更愿意外出用餐 中午用餐时间 我们来到了高雄六合路上 其实这里有很多美食小吃伶俐 而看到中午用餐时间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民众 已经清理完家园 外出来用餐 也有业者表示说 其实今天的业绩状况确实不错 其实会出来营业 大家都看天气状况 对对对 没有问题就是会出来 营业状况还OK吗 蛮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少货的那些东西吃完 不然就是大家已经很腻了 在家带不出 所以赶快出来 台风过后 高雄小吃店业绩还不错 但菜价涨不停 成本也跟着上升 今天去采买物价就上涨了 多少 像葱的话 150就直接涨到200亿了 一公斤 本来就是50块一公斤 70块80块一公斤这样子 洋葱是比较平稳 因为它毕竟是根茎类的东西 它比较还好 又叶菜类比较严重 像是通心菜小白菜这些比较高 大概涨幅大概快一倍 从一把大概15块涨到现在35 小吃业者说成本会刺激吸收 不会涨价 TV彼此新闻 宋佳珍许金豪高手报道